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卖台 有人跟军火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疑云重重啊 到底是谁在卖国 谁在泄露国家机密呢 我们先看看郭启最近不断的上政论节目 据说昨天就上了11个政论节目 哇 他都不用睡觉的 他说李喜明 这是我们的前参谋总长 还有马文君 都是一伙的呀 还有包括哪些人是卖台集团啊 李喜明 黄征辉 王志鹏 那当然还有马文君都是卖台集团 可是郭喜他随便讲就算数了吗 那当然马文君去告他了 可是我们先来看看 这些造遣见的相关人士 或者是我们的国君 甚至是将领 过去蔡总统很倚重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关系图 包括了这个国舰 国造 我们这个国造遣见的这个相关人 陶浅光是蔡总统的远房表弟 另外我们看到李喜明将军 过去蔡总统也非常倚重他 郭喜他是谁的爱将 黄鼠光 黄鼠光也是蔡总统一般认为 也是非常倚重的一个人 黄鼠光的哥哥黄成光 其实某种程度是介绍郭喜 给黄鼠光认世的关键人物 他的妹妹就是黄珊珊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过去的台北市副市长 以及现在民众党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 观众朋友谁在卖国 谁把机密泄露给阿贡 我们要查清楚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随便收缩就算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所谓 这个我们的卖国贼也罢 叛国者也好 这些人蔡总统都没有感觉吗 过去李喜明将军 是蔡总统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 可是好像在2022年 年终的时候据说 人去正习 他提出来的不对称作战 是不是没有被采纳 还是中间发生什么问题呢 肝胆相照 两个人变成肝胆剧烈吗 我们来看看现在弊案 传了又传 高检署要查潜建案 国民党团说 其实马文军委员去年就具名检举了 而且把一些相关的录音档交给了检调 交给了调查局 都已经交出去了 可是进度在哪里 现在检举人变事主了吗 扯不清啊 蔡总统曾经在2019年的脸书上面 自己亲自宣布说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台湾第一艘国造潜建 2024下水 2025要正式成军 2024年还没有到 可是算是半下水了 一半 因为已经做了直评的一个典礼了 也牵扯出这么一连串的 所谓的弊案跟疑云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进度表 我们的潜建国造进度表 2016年的时候通过预算 第一阶段是30亿 2017年您看到 包括国防部中科院台船签署了 被忘录 预近十年之内要成军 2018年国防部又编列了493.6亿的钱 要做第二阶段的原型舰筹建 2019年我们看到台船举行营造厂 营造厂房 就是这个厂房盖起来 这个动土典礼 2021年底的时候 海军第一艘的国造潜舰在台湾国际造船厂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有龙骨安放龙骨的典礼 然后您看到的就是原型舰所谓的下水典礼 其实没有下水 只是一个命名跟直评的一个典礼 我们看到2025年年底要交海军执行各项测试 能不能够成功 蔡总统那个时候已经卸任了 观众朋友我们再继续看看造潜舰这件事情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可以成功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台湾有自己的国造潜舰 可是这件事情不容易 我们来看看各国的一个经验 德国 德国他们造这个潜舰 他们造武器很厉害 可是超过半数的武器出现瑕疵 没有办法使用 2017年年底 德国海军有六艘潜舰全部停用 因为有缺陷或者是故障 西班牙这个国家 航海国家 百年航海国家 他造潜舰的这个历史也有百年 可是还有瑕疵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是发生在2013年 因为有一艘潜舰设计不良 可能沉入海底 而且造价847亿 还出现瑕疵 韩国我们的邻国南韩 国造潜舰也有30年了 可是还是曾经爆出有重大瑕疵 也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 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任务不容易 媒体要监督 立法委员也要监督 不要随随便便丢出几个 这个泥巴 就说别人是卖国贼 如果有人卖国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也要查清楚 来请教任俊 我觉得这个赖清德讲说 现在潜舰只造一半 这件事情我觉得 他可能要稍微厘清一下 什么叫做只造一半 因为我们原先最早是说 2025年的时候要有三艘 后来修正为叫做一新二舅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海昆 再加上原来这个海龙海虎 是这个一新二舅 这样叫三艘 他所谓的潜舰只造一半 下一半的经费要看下一届的立委 那是怎样 是这一艘是一半的吗 还是他其实这一个是 因为我们延续预计是要做 八到十艘 那是说其他的已经做 但也没有 其他都还没做 所以什么叫做潜舰只造一半 我老实讲他很好奇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 对一个自主研发 像我以前最早的时候 我是在联勤总部担任新闻官 联勤其实就负责很多这种 军事武器的设计 制造生产 我必须讲就是说 对于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 不要寄望他第一艘就能发挥到什么 宇宙无敌战舰那种战力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因为这个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在做当中 去求取经验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容错值在那边 也就包含到比如说我接下来进行 要他海车的时候到底是怎样 所以这个所谓的做一半 如果认为他真正要讲的是 后面的政治语言 就是立委要过半 那问题是立委过半又怎样 民进党现在就实质过半 如果民进党实质过半 你也就只能浅见造一半 我再给你过半 你还要再做下一半 听不懂 听不懂我的逻辑 立法院不是这样 不是因为你过一半我就做一半 不是这样 你有完全的执政 所以这下民进党 其实被人家很质疑就是说完全执政 你有没有完全负责 我觉得这时又是拿来讲说 因为只做一半 所以我接下来还要再给我过半 我就再做下一半 听不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站在我自己个人的立场 因为我自己去军退 我非常支持 这些东西应该要国造 也就是我们以前这个避免 就是说以前我就跟国外买的时候 有太多的这个限制 我可能就买到旧的 厨艺的 甚至有很多东西的人 不允许输出给我 所以我觉得大方向整体都在于是我们支持 可是当我们在支持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没有需要被监督的 当然是有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整个的浅艰的部分 会引发这么大的这个关注 我先讲马文君 因为马文君今天早上 他透过他办公室讲说 这些事情既然也要进入到司法 所以他就不再做回应了 因为他们已经互相安邻控告了 就是这个马文君跟这个郭喜 可是大家也会很好奇就是说 我们现在整体到了目前为止 本来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骄傲的 海舱专案走了多少年 好不容易今天第一艘的国造潜舰 终于在那边直屏了 告诉大家讲说我封舱整个都封起来 我让它看起来是一个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舰体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黄曙光那两句话 他们现在在澄清解释就是说 我自己侧面问的 就是去了解黄曙光的想法 当时他为什么会丢出那两句 第一句就讲说 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立委一直在搞 弄一些什么迎头小利 另外也讲说 不要什么相信军火商 军火商有很多 有人会把什么拿出去 但黄曙光的原文 其实并没有讲说拿给中共 或拿给谁 他其实没有 他就交出去 我大概了解就是说 他原先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 他的原意应该是讲说 因为这个潜舰国造造成了这么大的 就是搞了这么多的事情 终于到今天 我们有第一艘的原型舰出现了 而且他也讲说 他明天要跟着出海去海撤 结果他为了要表达这个过程 他讲了这两件事情之后 结果引发悬嵐大波 请问现在海军还觉得说 今天这个船搞一个直评 然后跟一个命名 还有很多人觉得骄傲吗 无言壮气 这个已经搞到就是说 他整个原意都已经歪掉了 但可能对黄曙光来讲 后来有些讯息讲说 他也就跟郭曙讲说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到此为止 后面还有几艘 但我认为既然这个潘朵拉的盒子 就是你们自己掀开了 那你就应该要讲清楚为什么 如果真有就是要办 如果没有这整件事情 应该让他讲清楚 因为这纷争是从这两句话起来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整个 国舰的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未来还有非常 长远德路要走 但是我只能这样讲 原先是一件非常 大家觉得骄傲的事情 没有想到弄到最后 居然演变成泄密 甚至立委跟人家互告 我不知道那个光荣感到底到哪里去 最少他现在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 但是很多是来自于负面的 是 刚刚任君有特别提到说 马文君现在已经不对外回应了 因为整件事情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包括郭喜 包括立法委员 这个王定允都还在上节目 今天中午他上了节目 上了一个网络的节目 又继续 继续爆料 继续指控 继续指责 到底是谁 卖国 像这样点影床床的 不断的在媒体上面散布 对我们所有人 不只是没有光荣感了 我必须讲 其实蛮生气的 来 请教辉文兄 我跟大家报告 赖清德的意思 今天是10月4号 距离这个大选 1月13号的投票 倒数升101天 我们讲的完全执政 是什么意思 完全执政就是说 总统跟国会的多数党 是同一个党 那个叫完全执政 什么叫做嘲笑野大 也就是最近这个 柯文哲一在讲的三党不过半 就会变成嘲笑野大 这个完全执政的例子就是 蔡总统跟马总统 都是完全执政 嘲笑野大的例子很简单 就是阿扁总统 阿扁总统那8年就是嘲笑野大 所以观众朋友 101天之后 大家的选票会决定是 完全执政或是三党不过半 我同意赖清德的讲法 如果说 当然不是帮戴清德拉票 大家不要误会 因为骂他的在第二段跟第三段 就是说这个 如果是嘲笑野大的话 那一定是很乱 那观众朋友 你要去是搞说 谁会希望三党不过半 就是最小的党 他一定希望三党不过半 因为我是小党 三党不过半 我才有上桌教牌的机会 如果有一个大党 他完全执政了 我不管分到几席 他过半了 他就不会理我了 所以柯文哲他的阳谋 我就是要三党不过半 那对民进党跟国民党 这两个大党而言 当然你要争取完全执政 你们都这么大的党 你们干嘛三党不过半 所以最早喊三党不过半 的游蜀会 我真的要考虑把他的Live 给他封锁 这个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不好 那这个是徐晓鑫 这个我还是不太懂 徐晓鑫 你不是台北市议员 你怎么在做立委做的事情 那我请问国民党 其他立委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其他立委在干嘛 刚任君兄讲马文君 那个我是完全不同意 我不是不同意任君兄 我是不同意马文君 你怎么会让徐晓鑫 去对干郭喜呢 你怎么躲起来 徐晓鑫要选立委 马文君你要选连任 人家是已经直接点名 就说你卖国了 还跟你赎贏 说你害得人家韩国鸡飞狗跳 这个其实去年我们都讲过了 只是当时大家比较没什么兴趣 那是去年的旧文 人家韩国媒体又有报导 韩国是真的立案调查 那这个时候怎么是 徐晓鑫去占锅喜呢 这个前子我们不是昨天有讲 这个林北好友 因为林北好友他还在国外 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前党工 已经被收押了 对不对 我请问观众朋友 到底是那个党工应该收押 还是郭喜应该收押 如果我是检察官我就收押郭喜 你还一定到很爆料 那爆的都是很机敏的东西 你怎么会一直让他讲呢 那这些检察官检察中长 为什么要让他一直讲呢 你有看到其他人在电视上大吹法 就他一个人在讲 那他讲的东西是什么 通通都是很机敏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不应该 我的看法跟任俊兄 这个不太一样的是 这个前子 我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是台湾人 但是我是反对这些什么 潜进国照跟国建国照 国际国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不出来 当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承认 而不是说打总脸充胖子说 我都做好了 我这个这样 你自己骗自己 我们真的做得出来吗 那个红区的专备 我们没有一个会的 最关键的技术我们都不会 那我们怎么可以骗自己说 我们会国建国照 潜建国照 所以这个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的话术 在那种爱台湾 然后这种国防的这种大帽子下 没有人敢讲反对 大家都得赞成 不然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可是观众朋友 我们连捷运的车厢都做不出来 我们连高铁的车厢都做不出来 你觉得我们会做潜建吗 不可能 我们哪一台台铁的车厢 是我们自己做的 每一个不是跟韩国买 就跟日本买 台铁的做不出来 高铁做不出来 连捷运的都做不出来 你连车厢都做不出来 你说你要去做潜建 做战斗机 你别说了 想也知道不可能 我们不是说要唱衰台湾 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今天一直在扯我们自己 国防工业发展的是谁 就是美国 我们当年IDF快弄好了 美国说我要卖你F16 你还不能不买 你不买我点你 大家就得买 所以前者我们直接IDF的产量 直接对半砍了 为什么 就是美国 你快做好了 我就卖你 他就这样干 我们的所有的东西中科院做出来 他说你快研发好了 我就卖你 你不能不买 爱国者飞丹是这样子 对不对 鱼叉飞丹也是这样 他就这样搞你 你说我们的国防工业怎么发展 扯后腿的是谁 就是美国 那怎么办 别人不卖给我们 我们自己也做不出来 这是台湾现在的处境 来 小毛 这三十年来 我们从核四场 到今天我们在讨论的这个潜见 都落入了一个很恐怖的状况 就是说你只要换执政者 然后他跟美国的关系如何 都会牵动我们整个国家 不管是在自给自足 或是建军备战 整个国家的战略它是凌乱 而且没有一致性的 就是说常常我们在看到 政治牵引一切的状况之下 看到今天的这个潜见国造 然后造到怎么国喜又出现了 上一次我们印象里头看到郭喜的时候 那还是拉法业弊案的时候 还是年轻的时候 那还是我们都还年轻 他看起来也没这么年纪大的时候 也就是说拉法业弊案的时候 这位军火商 这位国际潜客就已经在 挥洒很大的空间了 那这些国际军火潜客 他们平常是靠什么吃穿的 以及说郭喜要不要出来讲一下 就是说当年陈水扁执政末期 最后通过的国防采购 一直影响到今日的达政案 大家还记得达政案这个名词吗 它奠定了我们所有开发 国防武器开发 还有对外采购的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新潮流从那时候开始 掌握了整个军火交易的经过 甚至每一个环节 还有建军备战的参与度 我们大家觉得很难过 你今天看到这艘潜舰 我们说真的 刚才辉文哥有讲到 我们不晓得它的密闭的 整个空间压力 安全系数到哪里 我们也不晓得说 它的重要 缺的那些重要的部件 什么时候装得上去 而它什么时候下水 他们要的就是在选举前 做一个议题来告诉你 我们很厉害 就像什么 就像高端 疫苗也是一样 人家要研究七八十年 一百年的东西 我们半年就可以弄出来 然后到现在 其实它还拿不到第三期认证 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没拿到 可是我们的政府就可以告诉你 我们花这几百亿是对的 太空火箭蔡政府不也做了吗 潜舰现在也做了 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处吗 或是说我们只是要花这么几百亿又几百亿 去满足很多人的私心上下其手 我都觉得这个看起来实在是建军备战 还有我们整个国家的战略 我还是觉得悲哀 而且都是亦来亦去的 我们先进一项广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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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